印度科水平 我也擺下我老友的 其他創作的朋友請你們宿靜 好不好 宿靜 你們在芬蓮那個會場的話 我會請你們出去 我絕對不會容許 我們的議事規則 是被第二次創作 亦都不會容許 在我們這個會議廳 裡面 是被惡搞的 好嗎? 惡搞和二次創作 我自己很喜歡電影 都很喜歡港產片 其中有一個導演叫劉振偉 都是我很喜歡的導演 他的作品都不少是衍生的創作 或者叫惡搞 甚至最經典的都是惡搞回來的 例如近期他惡搞了不與心的赤壁 最經典的惡搞 有過黃家衛的《西遊記》裡的《愛你一萬年》 還有那些什麼《Only you》那些 其實這種創作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惡搞 而且惡搞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礎 例如我們所講的二次創作 包括惡搞 惡搞其實如果文雅一些 我們可以叫做戲房 其實是有很深的文學傳統 還有其他的二次創作 文學上我們那些詩詞歌父 我們有說用典 或者用文化研究的理論 這個可以叫做一個文本互攝的 是將一個已有的文本 用創作出新的文本 那這是不是侵權呢 這是不是叫抄襲呢 會不會你想得太少的層面呢 那我需要這樣說 這種的文本互攝呢 其實是有意思的 是要深化原本的那個意義的 例如剛才日子見說 惡搞始終有理 為什麼要用政府歌呢 就是這樣才可以諷刺到 建制派是多麼惡搞的嘛 那所以呢 現在的版權呢 這個條例呢 其實都是用民事法的 最多都是保障下那些商家的利益 那但是 將來呢 其實這個都不可取的了 如果你們平時說要保障創意的話 那但是現在更差 因為呢 將這條條例呢 刑事化 將商業保障呢 都是放在一邊 究竟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想這個就是赤裸裸 為了政治的目的 這個是一個唐衣獨藥 名為保障創作 實為打壓言論 那麼呢 我們有個朋友呢 叫做老美男 他之前呢 在反替補機制的時候呢 都有一個行為藝術的創作的 那今次呢 我反對這個 修例呢 我也想做一個疑似創作 不過疑似創作我沒有那麼好 我判戒那個 好 那就 希望我們一起呢 我們用我們的創作 嘩 喂 我們用我們的創作呢 去反對我們政府 不斷一杯一杯這樣淋來的水 多謝 好 我們我們的攝影師幫我看看那裡 是不是弄濕了 有沒有弄濕了 有沒有弄濕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